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两个预警啊 寒潮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 寒潮预警和高温预警齐发历史首次 昨天上午10点钟 中央向台市发布了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 这是自2010年以来下半年首次最早发布寒潮预警 那到了今天的寒潮蓝色预警持续生效 昨天和今天强冷空气主要是影响北方大部地区 那到了明后天呢会向南影响至江淮江汉江南北部 到了6号会继续向南推进至江南南部华南等地 那在这股强冷空气的影响之下 将会出现大面积气温创新低的局面 同时呢推动多地的季节转换 比如说乌鲁木齐哈尔滨长春可能会提前入冬 而像是武汉和南京可能会正式入秋 今天呢将会是北方大部的气温转折点啊 像是东北华北多地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 不少地方的单日降幅都会达到6到14度 个别地方的降幅可能会更大一些 那城市当中像是银川呼和浩特哈尔滨和长春 今天的最高气温相比于昨天 降幅呢都会接近或者是超过10度啊 感受上呢好像是一天之内就换了季 而对于长江中下的地区来说呢 不少地方在短短两天之内感受由盛夏到深秋 目前呢南方大部还是一片火热的景象啊 特别是今天还会是近期高温的一个鼎盛阶段 为此呢中央相台也是在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 像是湖北安徽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多地的最高气温 都会达到37到39度 尤其像是江西福建的个别地方 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 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南京南昌和长沙 今天最高气温呢就都是389度啊 可能会打破当地10月的最高气温的记录 但是很快明后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 大家就会陆续感受到剧烈的冷热转换 比如说合肥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9度 明天呢直接降到19度 而到了后天呢进一步下滑到14度 同时呢最低气温也是降到10度出头啊 所以说无论是北方的朋友还是南方的朋友 咱们最近两天呢都是要关注最新的预报 及时的增添衣服 也正是因为冷空气和负尔道高压都很强啊 两强相遇就激发出了猛烈的降水 那今天呢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 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多地都将会有中道大雨出现 其中呢尤其是四川的东北部 陕西南部河南西部 另外还有山东的东部以及江苏的北部局地 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并且那些地方可能会伴随着雷电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个别站点可能会遭遇极端的降水啊 所以说提醒大家也是要注意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安排好出行 尤其不要去山区河湖附近等容易发生刺生在海的危险区域 我们先说到这儿 好